首先看看我的电子产品 这是我常用的手机 手机一枚 蓝牙耳机一个 然后这个是我的Kindle 就这个平常在路上或者飞机上可以看看书 我在微博上有一个那个含血的书架 我还要给大家推荐书 所以每个月怎么样四到五本书 我是要读到的 所以我会用这个相对整段的在飞机上的时间来看书 然后会出来会在飞机上会戴一副耳塞 这样就是能够比较安静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绿宝瓶系列的眼霜 因为有时候坐飞机会特别的干燥 所以因为它装后也可以用 所以我就是会把它就是坐在飞机上的时候 涂在眼周让它滋润一点 然后这个是黑绷带的这个旅行装 因为出门的时候 就是那个正装其实戴出来有点心疼 因为那个瓷瓶做的特别的漂亮 这个小旅行装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出行 虽然它是一个夜间用的产品 但我白天有时候也会用 因为它特别好的能够做到强刃肌肤的这个功效 而且白天我就可以把防晒和这个基础护理区分开 在这个之外可以再用一点防晒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出行的这个皮肤急救 如果你在飞机上你真的如果没有化妆 你就觉得脸很干 你还可以急救的把它当个厚厚的面霜 怎么呼着 我觉得都非常的管用 所以我包里 哎呀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点就够用了 这个特别好代表了我的生活 一类就是科学数码和学习类的 一类就是对于女性来讲 就是让自己变得更美丽的 对于女性来讲